我们平常在养花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花卉的叶片上面没有虫子 但是你经常发现叶片有残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种情况 是不是害蜗牛啃食的 我们在养花卉绿植的时候 尤其一些草本的花卉 如果说你 养护的环境是这种潮湿的环境 在花盆的底部或是花盆上面都有可能见到这种小蜗牛 你看这种小蜗牛啊 它长大了以后 它可以长得挺大的 这种蜗牛它就会啃食叶片 像我们去年卖的大阿非燕草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叶片残缺的 也是因为这个 汉蜗牛啃食的 还有就是 垂品草 像去年我们一开始没有发现叶片有残缺 也是 这个汉蜗牛所导致的 所以这个花盆里面大家看一下啊 我刚刚撒的这个 蓝色的东西就是一种专门 治这种蜗牛的药 就这种药啊 叫做四聚乙全 它是颗粒型的 不需要 对水溶解 也不需要用屏幕去打 你只需要把这些颗粒撒到这个 花卉中间或是蔬菜的中间就可以了 有的蔬菜 被这种蜗牛咬的 叶片不成样子 大家也可以使用这种 杀窩剂啊 这种药它主要是通过促杀和 未杀的方式 来杀死蜗牛 这种颗粒如果说它的 软体碰到了 会让它 脱水 然后蜗牛就死了 它吃了以后也会死 一般撒完以后一天就会起效果 这个还是挺有效的 撒的时候大家最好用手套啊 因为这种药你扎到手上以后它还是有一定毒性的 大家在 食物的时候要注意 大家来看一下啊像有的花旁边你看撒完药以后死了这么多的蜗牛 如果你不去撒的话你想一想 叶片比较鲜嫩的花卉或者荔枝的话它一个晚上可能都给你啃的光光的 你看地上全都是 如果大家养花的时候遇到这种汗蜗牛撒一撒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我们今天讲这点对大家有帮助